那么看到这则报道 捷运族也要问了 我们台湾载客量最大的台北捷运 安不安全呢 告诉您是不用怕 北捷定期有安全演练 也会定期检查车厢还有车站 而且一定是准时到站 已经连续五年 获得国际轨道运输联盟的评鉴理 系统可靠度的第一名 捷运站突然停电 不过一抬头就能看到指示灯依旧亮着 顺着灯走就能脱困 这是台北捷运 安全措施的基本要求 突然发生火警或是水灾 车门没有停靠好 乘客被困在车厢 所有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捷运公司全都一一模拟 及时启动安全防护 各单位人员也都一一到位 确保乘客的安全 就是因为安全防护全都到位 软硬体设备兼失 也让台北捷运 在国际轨道运输标杆联盟中 连续五年获得系统可靠度的第一名 而挂年或是举行盛大活动时 捷运站必须及时且迅速的输运人潮 台湾在这方面也得到各界的肯定 也让捷运成为台湾旅游的另类指标 记者人民王家宏台北裁缝报道